教理小孩上完网课正在给他进行作业的提交 突然手机弹出预警信息 倒计时33秒 并显示地震横波即将到达 请注意避险 镇中奴定 我在重庆渝北区 地震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睡午觉 然后突然感觉脑子有点晕 然后醒了之后发现腿也在晃 抬头看见灯啊还有指示牌啊都在摇晃 然后这时候我就意识到地震了 四川省教堂区人总队现已调派 楼定县前都小队三十人赶赴镇中核实灾情 同时调派甘思 强出德阳 乐山 雅安 眉山 滋阳等七个支队 对530人的地震救援力量赶赴镇中开展救援 对630人的地震